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九九乘法表 我用什么方式最快 其实观念跟刚刚那一体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的列是在第一列 所以我要锁第一列 我的蓝在A蓝 这样子的话我才可以向右向下 填满之后呢 才可以产生像这样的九九乘法表 那怎么做出来等一下跟各位介绍 主要是那个锁定蓝列的这个观念 可能大家以前都比较薄弱 我可能以前就是直接按一个F4 或者直接两个都把它锁起来 蓝跟列怎么样锁定 然后呢这边我们用九乘法表的观念来跟各位说明 这来有关定存 除了用公式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来做 比如说FV的函数来做 然后还有所谓的 我们可以把它录制成聚集 聚集的话呢比如说按下确定 它会出现什么呢 请输入存款金额 比如说呢我今天存入的是 个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好了 我存一百万 按确定 我想要试算的话 这个时候可以出现 不过这个部分呢 我是用聚集的方式做的 那他这边有个清楚 聚集的方式来做的 随便输入一个 OK 这个是聚集的方式来做 不过聚集有点KK的 然后呢 再来用VBA来做 VBA怎么做呢 VBA 这边也是一样 当然看起来结果是一样的 可是你会发现 两个跑起来的就是不太一样 至于有什么不一样 后面我们再逐步跟各位做说明 反正也是逐步的 就是说我们后面上课的流程 第一个 如何用公式的方式产生我们样的结果 然后牵涉到九十成法表 再用函数的方式来做 所以请各位 第一个 先开启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第三章 CHOP03的范例档 我想各位在光点里面都有 然后上面的话 请各位制定 1到 看1到20 好了 然后利率的部分的话 我看你们就从利率 利率部分的话 就是从 0.125 一直到 0.125 一直到7 好了 因为现在应该没有这种 这种利率 更不要说有什么 18%这种利率出现 那简直是 OK 太敏感了 还是不要再讲下去 老婆真的很羡慕 算下来的话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0.125 一直到7 那你中间你可以间隔一个大概 都是0.125 然后两个之间往下填满 填满到7左右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计算里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结果 OK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